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OpenCV视频分析与对象跟踪实战教程 那么我是这个课程的讲师贾志刚 那么前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课程的主要内容 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去编译OpenCV的扩展模块 那么从这一节课开始我们就正式的讲述这门课程的内容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主要讲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内容 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留言OpenCV那本书里面有一个就是视频读写的例子 那么我们在三点其实那个例子是因为它是基于OpenCV2.X的 已经就是有点久远了弄上来的时候都让不了了在新版本的OpenCV当中 所以我们基于那OpenCV3.1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说 视频读写在OpenCV当中应该怎么去做 那么所以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说 我们要学会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知道我们OpenCV当中视频读写的相关的API 至于那个视频的格式呢大家可以忽略 因为视频格式跟你安装的那个编码解码器有关系啊 就是OpenCV当中几乎主流的视频格式它都支持的呢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AVI还有MPC的那种格式呢 Flash的那种格式它也支持的 然后还有支持从那个RSTP就是实时流那种读进来用VideoCapture 然后看一下第一个内容就是相关API介绍 第二个内容就是我们要学会给你一个视频的文件 你要从当中读把这个一针图像一针图像读出来 然后在OpenCV当中显示出来 第二个要学会从摄像头当中读取视频文件 读取视频图像 那么摄像头呢我也讲一下 我这边呢就是说有买了一个摄像头 那我这个摄像头呢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很便宜只有几十块钱三四十块钱嘛 所以说大家是一个USB的摄像头 那么用这个摄像头呢 基本上就够大家学习这门课的时候用了 那么因为到这门课的到后面呢 我们还会讲到一些摄像头 使用基于摄像头来实现视频跟踪与对象分析 对不对我们离不开视频对不对 所以说除了视频文件就是通过摄像头实施获取视频的图像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内容 那么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说我们的视频的格式 那么格式呢其实典型的它就有AVI跟MP4这两种 绝对说不是只支持这两种 还有其他它都支持的 然后我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编码解码的时候 就是说可能是编码跟解码的时候 就是说你在保存的时候比较重要 第三个 这个是视频的格式 然后AVI跟MP4最常见的 很多OpenCV的demo呢它的官方的教程上面的demo都是基于AVI格式然后来做的 所以建议大家推荐用这个 因为这个格式它官方既然用这个肯定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 肯定是它对这个支持度是最好的了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VideoCapture VideoCapture是它的一个API的介绍 那么VideoCapture呢是我们从视频当中读取一个视频文件 或者从我们受限谈则当中读取视频的时候必须使用的一个工具类 那么我们通过VideoCapture的Open或者Read的这个操作的话 我们就可以打开视频文件 然后进行一个读取 然后IsOpen呢通过来检测 VideoCapture的IsOpen这个方法呢来检测 这个是不是已经打开了 打开是不是好的 如果打开了我们就可以开始Read Release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读取视频文件 我们使用了VideoCapture 因为视频呢它是一个严重的消耗计算机资源的一个东西 所以当我们读取完视频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得及时把这个资源给释放掉 给释放掉 因为其他的东西还会用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Release掉 然后另外这边呢有一个操作符存在 这个操作符存在的作用跟Read的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把视频读取到每一帧当中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尽量少用这一种 因为这种呢不是一个见名之意的 你觉得这个用起来很酷或者是什么很那个 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别人读你的代码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很奇怪 会给其他人就是以后使用你这个代码 或者维护修盖你代码的时候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烦恼 所以我们少给别人其他人设置障碍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看看 我们要剪的就是从我们从视频文件当中 视频文件当中去读写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要代码演示一下 就是说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在视频的时候 有一个视频当中其实其他的概念 就是获取那个帧数的宽度跟高度 那些都可以忘记 唯一不可以忘记的就是FPS FPS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秒多少帧 因为这个是恒年视频的一个质量高低啊 就是说视频质量高低可能跟玛丽有关系 就是如果他每秒只有10帧的话 对人眼睛来说他就有点打 就是10帧或者是5帧的话 他就有点打钢 因为人眼睛对画面的判断 就是如果说每个画面的变换的 之间的时间间隔超过300毫秒的话 人眼就认为他是两张单独立的图片 而不认为他是连续的一个视频 所以必须要小于人眼之间就是可以察觉到的那个毫秒数 对不对 想要把它播放成视频 那么就是小于300毫秒 你想一秒钟等于1000毫秒 那么就是最起码说达到3要大于3帧 要大于4帧到5帧 所以说一般的录屏的软件 它上面设置的就是最小是5帧每秒 而你的那个很多那种硬件 或者有种种视频有处理的处理的速度会跟不上 所以最常见的应该在10秒到15秒 或者15秒左右是比较好的 20秒就是20帧不是15帧 15帧左右是比较好的 然后每秒 然后20帧左右应该是超级流畅的 所以在多数可能变成快进了 对不对 一秒钟就是几十帧 那就变成快进了 就好像很多那种就是视频播放软件里面什么可以快进 调 调 然后让你一秒钟几十帧的速度往前进 对不对 其实它真正的就是每个视频文件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属性 我们把它读出来 然后就知道第一课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简单的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video 那么从头到尾告诉大家怎么去一步一步新在VideoStudio 2015里面 然后跟我们的OpenCV3.1.0 然后怎么去新建我们一个视频的就是读写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空项目 然后点OK 然后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文件 就是解决方案了 然后我们在这边添加 这个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把OpenCV的相关东西给include进来 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因为OpenCV当中有视频模块的 什么video什么.hpp或者什么东西 你不要整那个了 就是你就直接把这个整 这个里面在OpenCV3当中的3.x当中 它已经把所有的那些头文件都包含在一个里面 所以你把这个引入就行了 你把这个引入下面就不会太费事了 就是说你就不会说我要引入其他的 当然如果你有在扩展模块里面 你还要把扩展模块引入进来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我们暂时这边是没有扩展模块 这个是iOS Dream 然后我们useNamesMate useCV 我们前面配置的环境是在64位的 还是下面的 所以说我们要走这个 然后我们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 那么我们大致上就是可以开始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定义了一个主函数 那么off2作为CEI程序的入口 那么我们下面就可以开始做了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Video Capture 在做之前 我们首先 Viki 把这个加上 对不对 因为它要有返回 读进来一个视频文件 读进来一个视频文件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有 就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VC PR projects 然后images 然后我知道这边有一个我的视频文件 就是video- 嗯 嗯 这个 这个 video 是AVI的一个视频文件 那么我把这个视频文件呢就准备给整进来 那么整进来之后呢 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去open了 但是到底有没有open呢 我们要 isopen 对不对 如果open了 那么它就可以干一些事情 如果它没有open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给它报一个错 然后返回一个-1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这边就可以这样写 print f 我们叫做 could no load video video data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retend-1 对不对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可以 wideo 应该是准确的应该是这样啊 capt.read 因为read的话它就会一帧一帧的去读这个视频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要先给这个frame 那么它去读 如果说它最后没有的话 它就会 这个read of capture它就会返回一个false 如果它还就是返回一个none 如果它还有的话呢 它就会一直读到 读到的话它就会把这个数据放在这个每一帧里面 那么放到每一帧里面我们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name window 那么我们下面呢就可以把它这个通过i am sure 那么我们下面呢就可以把它这个通过i am sure 每一帧图像给显示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同时呢我们这边加上一个wait key wait key是什么意思 我是100毫秒 就是说每隔100毫秒去读这个一帧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说我们不想它就是读得太怎么样 太快对不对 所以说然后我们还要给它 就是说如果在播放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 我随时想要退出的话 那么我们就wait key 等100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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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 很多都知道了 等于27 27是等什么ESC 如果是ESC的话我们就break 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如果说是ESC的话 我们就break 就是不读了 就是中途退出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退出这个 退出这个之后呢 然后程序就等待着另外一个指令 就是按任意键结束 整个程序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做的 那么这一个也是一个video 这个video其实就是我们后面 视频当中要讲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摄像 然后现在你就看到这个 其实它每一张在播放 然后这边出来一个人 对不对 一会儿大家还可以看到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车 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在播放的一个视频 绝对不是说它不是在播放的一个视频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下 因为这边除了这个 我们还可以用这一个 刚刚那个是AVI的视频 我们MP4的 那么这小兔子在跑 对不对 所以我们ESC 退出了 然后我们这边按任意键结束 那么 这一个视频 vis.mp4 这个呢 就比较明显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在一直在说话 干的另外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 读取视频文件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对不对 在我们的open.ca 当中 下面我们还要把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处理 然后处理之后 还把 给它写到视频文件 一个视频文件当中去 对不对 这样我按ESC 其实它就停住了 然后再按一下 对不对 就解锁了吗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是来看一看 我们怎么去 诶 要把这个视频文件 如果要写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才能让它去写 那么如果要写一个视频文件的话 我们就通过video write 对不对 有一个API叫做video write 对不对 有一个API叫做video write 那么再做 再讲这个video write 视频的这个画面 然后再读这个视频的里面的影像 然后稍微做一些其他的变换 嗯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